投資就像煮菜一樣 你多不懂煮菜也好 只要買最新鮮最美的食材 你都會變成廚神 Kenneth本身從事銷售和市場行業 幾年前為了準備結婚開支 就用朋友Percival自己開發的選股系統投資 成功在五年內將本金一百萬翻倍 他是2005年開始去用這個系統 他去到17年已經退休 他是9000元起家 你想想他要9000元開始投資 要回多少倍才可以去到他的退休成本 最終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錢退休 但我知道在英國退休不容易 Kenneth形容在用這套系統之前 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小股民 投資過幾隻藍籌股 但因為經驗不足最後都要試錢沽出 但用了這套系統之後 令他成功在股票市場有斬獲 更加避開了股災 尤其是2015年就是大時代 就是有一個股災的印象 2015年7月初就是股災 在6月底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系統已經出了大市向下的警報信號 那時候Percival也有告訴我 那時候倉已經是100萬元 因為大市向下 所以就要防守 所以我就完美地清了倉 Kenneth認為這套系統可以幫到散戶投資 就說服Percival將選股系統推出市場 連同另一位拍檔成立了估值 為付款會員提供選股服務 我們有兩個系統 一個叫Amelia 它就集中選一些中長線 有投資價值的股票 就用了機械學習 即是叫機械學習 AI的一種技術 去到學什麼呢 我們就給了很多歷史上 一些叫做倍升股 領先股 即是它的升風很大 那些股票 我們就給它去學 學什麼呢 學它們之間有什麼共同的特性 舉例如你說騰訊那些 信譽光學 隔離汽車這些 就不放在很多的系統那裡 最後它就會總結 究竟這些人叫股王 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特徵呢 它就學了出來 最後我們發覺業績方面 它的銷售的增長 都是其他一些元素 而我們就用著這些結論 就是每一個星期 我們就會看 在2000個港股裡面 有哪些是類似 那些歷史古王的一些特徵 我們就會篩選出來 另一個就叫Swing Swing就是一個 短線波幅旋鼓系統 它就針對短炒 除了選股外 系統也會分析大市走勢 建議買賣時機 現在股職已經有三位數字的會員 預計今年收入可以達到七位數字 未來更加會進駐科學園 並計劃將服務拓展到其他股票市場